什麼是未來? 在遼闊的大地上走個歲月長河 憑著人類的睿智 未來可不可以被窺瞪呢? 今天眼見到的真實在未來 會不會變得跟虛擬的真實分不清呢? 今天難忘的日子很難忘、很漫長 在未來時間被濃縮 很多事情會不會一閃即逝呢? 今天人類引以為傲的獨有智慧 在未來會不會被 由人創造的人工智能取代呢? 空間、時間、智能 在未來、在5G的未來 會是一個什麼的概念? 因為有了VR技術 空間可以被打破 身處不同地方的人 去到同一個虛擬實境 就好像去了同一個空間 這麼喜歡旅行的我 怎麼可以這麼久都不去旅行? 年輕人當然是自由行 吃完玩,想起都開心 好,那我們出發吧 來吧 因為疫情關係,對嗎? 不能去旅行 我們幾位就唯有VR去旅行 對嗎?已經很好 你跟著我賺錢 一定沒問題 今天我帶你兩位 還沒介紹 這位就叫Jordy 好,來自這個… 阿倫 這個就是David David就是美國的猶太人 總之我們來自不同的地方 但是很好 在同一個博物館出現 我們自己到處去探索一下 好 看看 明朝的這個… 對,這個是中國古代的官員 這是清朝的銅像 明朝的像也在 是論語大學的作者 連處好像有一個聖人 好像是… 對 簡直是像古希臘的一個智者聖人 很有鼻高高 歐洲式的佛陀格 最好的就是 它有描述在下面可以看的 三世紀是巴勒斯坦的佛陀雕塑 有什麼好東西 我們這邊呢 這裡有一個印度的雕塑 在十一世紀 非常遠古的雕塑 可以走到 對 可以圍著這個石像走 你看看 對,可以圍著 慢慢欣賞這個石像 那個角度呢 雖然我相信這個雕像 或者銅像 在那個仔細性 還有待進步 但我相信將來的5G 這個平均會更加高 現在其實老實說 不算很高 但將來一定會更加高 更加仔細 其實你會覺得 有時候來到博物館 最想做的是什麼? 當然可以幫一些雕塑銅 那些雕塑銅 這麼大一筆道 破壞現代人的寶藏 不如我們告發它吧 告發它吧 不要… 弄一瓶 你這麼膽子上 來吧,發洩吧 來吧 做一些從來你沒想過 在博物館做到的事 不好意思 弄個紅色的背部 整個漂亮多了 這就是原本的平成無企的石像 現在馬上變成有特色 有顏色 好 你在下面幹什麼? 幫雕塑噴一雙鞋… 噴一雙鞋… 新鞋… 怎麼升上天? 佛陀,我錯了 我錯了,佛陀 不好意思,我不想升天 佛陀,我不想升天 你剛看的佛像或雕像 就是看立體是怎樣 要由3D設計師去畫雕像 真實呈現立體的模型 你可以前後左右去觀賞它們 VR的空間 其實是很多資料需要傳輸的 如果有5G的話 其實就是星畫所有東西 都可以用5G 將資料很快速地傳送 簡直就是它在哪個位置出聲 你也隨便聽到它從那邊發聲 就會有更真實的旅遊感覺 我們三個小生又去旅行了 這次先游海底 跟剛才的博物館不同 這次是真實的360實景 不是虛擬組出來的 是不是感覺完全不同了? 在將來 一群來自不同國家的好朋友 想一起去旅行 就再不用左度右度請假夾時間 想什麼時候去都可以 想去哪裡又可以 如果將來… 你看到現在 我們仍然在用普通的劍毛 將來如果科技容許的話 我們就可以做一個3D scanning 再加上AI 人的表情和樣子 都會真實呈現在虛擬世界裡 跟朋友去旅遊的時候 更加會看到你真實的朋友的樣子 然後跟他去玩 世界在變, 知識在轉 我們大部分人花了半身的時間 去追求知識 但原來5G科技 可以令學習時間被打破、被縮短 因為有人工智能的演算法 幫你選擇最適合你的學習內容 和學習方法 將來, 無論你專研的是大學問 還是簡單日常的健身小知識 都會令你少走了很多冤枉路 為何練習的練習不好 接下來兩個月後 公司還安排了一對駕駛跟我一起拍 我只是四十吋 人家駕駛八十吋 對起上來很虧張 我想找私人教練 這裡現場又沒有 好, 網上又因為疫情 他們又不出來 怎麼訓練 做健身當然有個盤好一點 有這麼多課程嗎? 有HIRT試驗 又有瑜伽, 熱身 好像有很多東西, 可以試… 還有開啟知識 還可以跟你練習 也有瑜伽, 瑜伽 有這麼多東西選擇 好像很融化 嘗試一下 現在先追蹤骨架掃描 看看我的身體 然後再根據人工智能的數據庫 一會兒告訴我 例如我的動作做得對嗎? 抬腿要否高一點? 手要伸展一點? 看見一個個怎樣? 真的好像有個真教練在我面前一樣 先看看, 好, 簡單溫度一下 好… 接著鏡子和導師做 又可以立刻調整 我看見自己好像做得不太好 又可以立刻調整 我做得不太好 因為綠色是代表我做得… 暫時可能姿勢上還未很正確 如果最好, 最完美的就是紅色 你看到右邊的巴巴會去到最上 如果做得最好的話 好, 完畢了, 先找一點濃度 Kickboxing, HIT也好 人工智能追蹤技術越精準 分析動作的誤差 就會越微小和仔細 人工智能就會給到一個 很客觀而準確的建議 不過想要得到親切的建議 配合5G的科技 智能鏡就可以即時連接世界各地的導師 打破時差的界限 導師一邊做健身 透過AI一邊實時分析學生的情況 一有問題, 立刻開聲糾正 學生就可以用最小的時間 吸收最多和最正確的資訊 這種再新的學習模式 對於相對固定的動作訓練 例如安全急救等等特別有用 也因為5G 再次打破我們對時間的限制 未來我們可以更快掌握新的知識 和新的技能 好, 幸好他的數據庫很大 原來你想有不同的計劃 他也可以幫你定 例如告訴你 你想要曹星如記訓練計劃 又或者你要一個 施朗的粗腿計劃, 好嗎? 他可以馬上進入去 就可以在裡面陪你訓練 你就可以成為你心目中的人 只要你跟著他做什麼 你做什麼, 你就行了 不是… 搞定了 60分鐘 我的分數是1645分 好了, 看到這個軌道了 大部分時間我都是紅色 大部分時間我都是max 這麼厲害嗎? 透過5G的技術 現在學員就可以聯繫到 全世界最頂尖的教練 從而用AI的技術 去做一個即時的互動 令他們最短的時間之內 學到最好的東西 其實靠AI我們可以幫助導師 不只教到一個或者十個 是透過AI的輔助 可以跟他整個人 教到一千個 一千萬個學員 透過5G 既有的觀念告訴我們 工作就是我們賺取生計的工具 例如在店舖賣東西 在餐廳煮東西 甚至在貨倉點貨 這些就是我們平時熟悉的工作 我們很明白 隨著不同年代 會有新的工種出現 也有舊的崗位消失 但我們有沒有心理準備 在不久的將來 很多我們覺得理所當然的工作 會不再出現呢? 就以食肆 這個我們每個人都會接觸過的 工作場所為例 今天他們會招呼我們 幫我們下單、煮菜、全菜、賣單 但是將來呢? 一位麻煩 將來這些拿位帶位的工作 可以被取代 在廣州順德的這間智能餐廳 招呼客人的座位有600個 迎接客人的排場都很大陣仗 但是列隊迎賓的 全部都不是我們見慣見熟的適應 由客人搭入餐廳 到埋單走人的整個過程 招呼的工作 全部都是由機械人做 因為到處都安裝感應器 機械人可以很智能地自動運作 好, 看看吃什麼 薑蔥炒蟹, 乾炒牛河 這些菜式 只要師傅炒得很夠和氣 一定很棒 不過將來就算沒有師傅炒 都可以很棒 在這間智能餐廳的中餐區 有18個炒菜機械人 不要以為他們冷冰冰 沒有感情炒出來的東西欠人味 事實是一眾的大廚 已經將他們畢生的廚藝豪出來 再由研發人員將相關的資料 例如油溫、落料次序、收汁份量 翻炒方式和時間等要數 輸入機械人的電腦 通過反覆測試 調校和大廚的認證 最後就提煉出幾十款菜式 招呼客人 而食客都吃不出 跟人炒有什麼分別 除了順德小菜 這裡還有快餐區 滿足不同的客人 雖然是叫快餐 但是機械人一樣 跟隨步驟來做 綠麵、入煲、落湯 一個粉麵機械人 一個小時可以煮120碗粉麵 不喜歡中式, 細食也可以 這個漢堡包機械人 將包放入紙托 再將煎好的牛肉夾進去 20秒做好一個漢堡包 另外還有雪糕機械人 煲仔飯機械人 咖啡機械人等等 我開始對機械人改觀了 那是歌手吧 好, 謝謝 請給你們牌蒜 煮這個禁考功夫的工作 都會被機器取代 全賽這份工作應該可以消失 全賽都有兩種玩法 一種就是由機械人 像一般時應一樣 載著食物走到客人面前 因為5G將感應器接收的數據 即時傳送, 互相溝通 令送餐機械人 在人堆穿插也不會撞傷 另外一個送餐的方法 就是不走陸路, 玩從天而降 載著食物的盤 會沿著天花上的路軌 透過收集所有數據的雲軌系統 降落到客人面前 不用走了 AI人工智能的概念 影響著我們未來的工作 例如餐飲業 或者勞工密集的行業 很多工作都會消失 不過歷史告訴我們 我們人類充滿創造力和想像力 所以在未來的時候 一定會造就更加多 新的工作崗位出現 好, 來吧 藥肉強食是人類這麼久以來不變的定律 變的是他們怎麼鬥 以前就是鬥誰拳頭夠大 到了科技發達之後 鬥誰會上網和打字 到現在就是鬥誰數據多 誰就是贏家 因為現在是大數據的時代 我們在網上看的東西 看的時間、用的APP、用的位置 所有這些小小的數據 全部都會記錄留在互聯網 變成數據足跡 而這些足跡就會幫助大數據 預測和分析我們的行為習慣 其實大數據在我們生活中 周圍都是 無論我們乘什麼車來銅鑼灣 又或者今天的天氣 下次我今晚訂了什麼餐廳 或者是我上網買過什麼袋 全部大數據都會根據演算法 給一些他覺得適合你的建議 今天他給了一間咖啡店的地址 除了知道我喜歡喝咖啡之外 還要是他知道我在做一個5G的節目 所以就推薦了這間AI咖啡店給我 你好, 我想要一杯大數據咖啡 好, 沒問題 好 聽聞這間AI咖啡店的特別之處 他會分析世界各地的新聞報道 裡面的關鍵字 去定斷世界的快樂指數 再而定斷你杯大數據咖啡 是什麼味道 謝謝Alan, 謝謝 看看今天這杯咖啡是什麼味道 有點苦… 今天世界是什麼失物 這是開心的事 月球就發現有水 代表我們人類可以移居在上面 那沒有土地問題, 開心的事, 是嗎 這個也是, 利比亞的內戰 有機會停戰 也是開心, 沒有戰爭, 是嗎 難道世界新聞越快樂 我杯咖啡就越苦? Alan, 你好, 你好 我想問一下, 為什麼今天這杯咖啡 這麼苦? 我想是因為今天開心指數比較高 所以我們調的咖啡會比較苦 因為你能夠承受 就是看那個新聞, 很多開心的新聞 不過這就是世界各地的新聞 可能調整, 譬如說香港 拿回香港的數據分析 就會看香港的新聞 其實還可以看時間 還有看天氣 日後的話, 咖啡濃度會比較高 溫度會比較高 我們再加幾顆冰給你 是… 其實我們現在一直在研究 用一些音樂的 playlist 去做一些咖啡出來 是 如果你那天不開心 把你的 playlist放進數據裡 就會分析到你需要一杯比較甜的咖啡 代表譬如說, 一個人經常聽情歌 看來他近期應該是失戀 或者被女朋友罵 先給他一點甜的 對 這麼厲害? 將來其實也可以用你的訊息去分析 你個人的訊息 我們也可以放進數據 去分析你開心的指數 在接下來5G的網絡底下 其實我們可以更加做得到的深度學習 會更加快、更加深、更加準確 例如我們小朋友報學的時候 不再是我們單單因為那間學校很容易報 而是在系統上會建議我們 如果這個小朋友 跟哪幾個學生一起學習 會開心一點, 會學得好一點 例如教科書 所以我們傳統的作者寫完一本書 就印100萬本一模一樣的書 但將來可否每個讀者 其實在看100萬份不同的書呢 所以我們會變成很多底下 當然把師傅查看 他覺得… 我會發現他的藉口 我們要看很多信用 他們做一些藉口 用一個藉口帶來吃 這裡有一些藉口 분들 我們幫忙拿著藉口 他說好, 他有什麼藉口 好, 你們有什麼藉口 你也有什麼藉口 你也有什麼藉口 因為你就是藉口 ário哥, 你也有什麼藉口 所以大家之前有這種藉口 你會只有藉口 你也有什麼藉口 謝謝… 這杯是導演的 導演, 你的樣子好像還沒清醒 眼睛睛的 這杯是醉濃的, 喝完之後 飽補醒神 喝吧 這杯是監製的 你老是樣子苦口苦臉, 苦瓜 這杯特別為你而做的, 很甜 給你的人生甜甜 就話說話, 她在哪裡? 她剛才說不想試你的大數據 先走了 是嗎?她的損失, 我喝 一年六個星期 跟大家分享了五芝這種 將會影響到我們每一個人的科技 這些影響可以是很切身 包括我們的衣食住行 也可以很廣泛 由一輛車, 一個小區 到一個城市, 一個地球 雖然充滿未知和想像 但他們也只向一個未來 一個大家都有份的未來 其實我不是一個特別科技的人 如果有得讓我選擇的話 我可能會回歸田園那種 但的確, 人工智能幫助了我們很多 現在我們不用出家門口 我們就可以去旅行 按幾下按就已經有機械人幫你搬東西 但我反而在想的就是 我們人生的體驗 會不會因為這樣而少了很多 因為很多事情都一定要下手下腳做 人和人才會產生一些故事、開心、喜悅、悲傷 甚至是愚蠢的事情才會發生 這樣會不會減少了我們人類的存在感呢 是否我想多了 還是我想少了 每一代新的電信技術的出現 都會改善我們市民大眾的生活 以及工作的模式 尤其是5G 當5G結合其他技術的時候 譬如人工智能、物聯網、運技術等等 都會帶來無限的可能性 大家應該抱著期待和開放的心態 去迎接這個智慧城市的來臨 開心地面對超乎想像的新生活 其實我曾經見過一個好好的例子 就像失明的人士一樣 他戴著一個AI眼鏡 可以將前面的影像做個分析 可以告訴他前面發生甚麼事 可能有危險 就叫他轉左轉右 或者直接可以帶他去上去的地方 就像失明的人士就可以看東西